中国传统节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来到冬季更是不乏民俗活动 在内蒙古就上演了精彩绝伦的 传统体能运动竞技节庆 冰雪 纳达木 除了有蒙古男儿三义之外 还包括了赛骆驼 马耙里等活动 让人目不暇击 没有清脆的原野 只有白茫茫的大雪原 不过万马奔腾的景象 急救壮观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乎伦贝尔 设施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 显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更不想错过这一届的冰雪纳达木 纳达木即使是游戏或娱乐 是蒙古族一年一度的 传统体能运动竞技节日 重点节目包括赛马 射箭和摔跤在内的 男儿三义 还有赛骆驼 马耙里等 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演 参与者身穿传统服饰 载歌载舞 现场热闹非凡 除了民宿活动 主办方也给参与者带来 充满速度和激情的越野车竞技项目 热爆整个冬季 目前第一次在呼伦贝尔参加 这次有汽车的 有雪地摩托的 除了灯泳不敢查试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爆了 全国各省的我们的车友都来了 对我们的家乡也是一个 从旅游方面嘛 关载的人数量今年是大大的增加 我觉得这样的是很好 除了抑郁风情的纳达木 吉林茶干湖冰雪渔烈文化旅游节 这个月28号也将拉开帷幕 传承了古老神秘的东部文化 这一次的旅游节涵盖三个部分 也就是关于赏雪和民俗体验 还有学雕美景 希望给参与者带来绝佳体验 今年东部主要以生态渔业 和生态旅游相结合的 这么一个大的主题 关于赏雪民俗系列游 也就是咱们说的正常的 东部渔业生产 这个是给广大游客 冲击力和震撼力最大的 过去几年 茶干湖东部活动 都在协助推动当地经济 来到今年 主办方也能捕获1500吨鱼 除了传统市场 也会透过电子商务平台 售卖出去 而这项活动将进行到明年2月